好来继续的focus欧战边缘的乌克兰边境那里占民密布 现在俄罗斯不只在乌克兰北边的白俄罗斯 也在黑海和北极进行军演 因为美国考虑派遣部队前进东欧 但是他不会放在乌克兰边境 他会部署在也属于第一线的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国 俄罗斯提出要求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北约 美国和北约郡聚莫斯科扬言 这个要求得不到回应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乌克兰俄罗斯是否逼近开转边缘 美国拜登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周三向俄罗斯说不 回绝莫斯科提出的乌克兰永不加入北约等要求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苏利文26号傍晚 亲赴俄罗斯外交部递交正式书面回应 对北约成员门户开放政策坚持不让步 盟军在东欧的部署也不容谈判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对其他俄罗斯关切的事项 则持开放态度 同一时间北约也向俄罗斯做出类似回应 有意改善沟通 研究避免军事冲突的方法 和讨论军备控制 但跟美国一样拒绝更动北约入会原则 接下来求又回到俄罗斯这一方 就看总统普京是否接受欧美的回复 不过俄罗斯外长已经扬言 如果没有达到要求 将采取报复行动 除了乌克兰边境十万大军压境 二十六号俄罗斯也在黑海高调举行军演 二十多艘配备雷达的军舰进行操演 另外北方舰队也进入北冰洋的八轮之海 包括约三十艘军舰 二十架飞机和一千两百人 演练保护北极主要航道 俄罗斯国防部也公布影片 调苏三十五战斗机到白俄罗斯 声称准备参加二月的盟军决心演习 从方方面面陆海空包围乌克兰 莫斯科借到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 或普京好友白俄强人总统卢卡申科大力支持 甚至说这是为了回应乌克兰的军事动作 外界多认为普京其实就想在乌克兰扶植 像卢卡申科一样的傀儡政权 流亡立陶宛的白俄反对派领袖 纪哈诺夫斯卡亚原来只是个家庭主妇 直到她丈夫被卢卡申科关起来后才参政 根据欧美她其实在上回总统大选中 击败卢卡申科 但选举结果遭卢卡申科操纵 之后引发抗议然后镇压 反对派人士直指 她是靠普京才能继续掌权 白俄军队也从此任普京操控 现在传出美国考虑把部队派往隶属北约的东欧国家 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各约一千人 英美等国也大力支援乌克兰武器 不过德国仅提供五千个军用头盔遭外界批评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直言 头盔根本是笑话 接下来要提供枕头吗 乌克兰战情紧绷 外交谈判也持续进行 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外交官 在巴黎举行长达八小时会谈 但没有突破 预定两周后在柏林再谈 目前美英、澳洲、德国和加拿大 已从乌克兰撤回部分外交官 美国也要在乌克兰的美国人考虑离境 TV新闻综合报道